阿珊娜 360 補骨素突弱 全場精華 中海人受香港超級聯賽賽事 天素為飛馬 在元朗這邊的大球場 主場擺在擂台形至進風賽事 飛馬最近成為了反級大王 連續兩場都是反勝對手 3比2擊敗的南區 和3比1擊敗的李文 但這場球尤其是上半場方面 進風有多少機會 包括門前補多一下來自鄭景豪 差一點 過不了門將梁卿傑 看到川普謙謙 一下子很漂亮的換腳 連過兩關之下 臨出腳之際 自己失去了重心 現在就被對面壓迫簡套成功包回 進風又來了 看到快捕捉直竊 右邊羅俊仁 扯高波 余智良撐不了 不緊要 還有廖亦成跳跳跳跳 踢回中間 對面包不了空門之下 就把廢利普撒適應了 上半場22分鐘 進風就作客領先1比0 亦慶祝菲利普撒 雙魚復出之後 首次擔回正 因為上場他只是後備身份登場 上場他81分鐘後 後備身份入替廖亦成 今次回到正主行列立即整個撿雞球 來一次機會了 其實上半場進風的右路 傳中球方面的威脅性相當大 今次快捕捉扯來 一位陸陸身高的廖亦成 差點都可以在頭錘得手 撿到賣去的 經常佈到晚位位置 至遠處位置 拿到不少好處 之後又見到這邊 雞特納 似乎左邊肩膀有脫掉的情況 舉高左手就撞到山道士 之後以為被換走 之下竟然可以捱捉全場去到西非里 及我們亦看到山道士的入球 協助一隻飛馬能球攀成平手 當時38分鐘 交球釘過來 對面羅俊仁的球就僅僅批橫 解不完 非常可惜 但也要讚讚山道士做足準備功夫 這下車身做足準備功夫線 才射得那麼舒適 入得那麼照直 他是三道士 又有球進了 今天聯賽第三個球 即是又見到濕水冷漠又來了 快來普薩 對著這邊的國安爐 擺回到宙位位置 不帶著陳柏仁家 或是胡俊銘來一個雙倍隊 勉強拉到右 過不了門 將來梁卿先 這邊怎麼搞呢 又是羅春仁 扯到門 嘩 胸口也撞到過去 來自一隻劉均正的攻門 賽上半場方面 進鋒兩邊的側擊方面 是做得挺理想 也叫善用度 好球場有闊度 結果就半場了 大家都叫做有得亦有失的隻 去到下半場就開始了 看看誰可以力爭這三分 看到達斯華的起腳 上場連中三元的功臣 上場還有一個完美的武之氣法 左腳一球 右腳一球 還有投球21球 這次投球位置的搶點方面非常快 對面又有一個架球機會了 有沒有機會 看到鄭景浩 扯遠處位置 就是對面的後防 這次真是可以搞定你 真是來自廖憶城 今集他開齋球 非常開心 本身是五人足球的高手 他說踢11人球 絕對沒有難度 但對面也有山道士入球 沒有難度 接著就是好拍檔 達斯華超精彩 現在45度過一場傳 這球球出很精彩 一插過去就搶化門再一步 結果山道士個人就沒開二度 一下子將聯賽入球數字 由兩球提升到四球球 沒開二度 當然是發表叔叔 後面身份登場了 左腳拉來自古安路的遠射 不行 不要緊 鄭景浩 結果送往來發表叔叔叔 一作搞定你 真是精彩 44歲的年紀 依舊都能夠取得重要的投材入球 這刻拼回相反方向 拋物竊 套花位就是龍門左手邊搞定你 也要多謝謝朗軒很精彩的場傳 法比奧成為了本球季本地球 入球最年長的球員 就是這樣 最早就是戲劇聲 飛馬左次成為了反級大王 3比2擊敗進風 全取三分 聯賽三連勝 入九球 拿九分 天水為飛馬 為了 通知 什麼 地球 雲 雛 人 雲 雲 野 雲